大家好 我是立希 我是重說劇系列的小編之一 靈感到失陪一陣 各位大家好 我是郭啟輝 我是重說劇系列的小編之一 Hello 我是小編周樂童 我現在要趕著去看參考書 拜拜 一隔醒來 又繼續我天馬行空的旅程 一個疫情 我就開展了我們的寧宵藝館直播室 經過大半年 我們終於產生了一個重說劇系列 過往寧宵的編劇除了有我自己要認 現在我多了一大班 和我一起沉夢的年青人 我們一起在這個重說劇裡 突破創生沉夢 很忙啊 我現在去做事了 冷靜 冷靜 天馬行空都有個譜 但不要緊 我幫你們體育了 你們有個譜 我多寫很多譜 沒所謂 年青人沉夢 陪你們追夢 寫譜 等等 寫譜之前 我就想多謝我們的贊助 帝風金融集團 東協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得到你們支持我們的粵劇 和一班年青人 創作沉夢 講好中國富士 寫譜 夢想夢想 整個夢想 不去整事便可以 在這個平台非常之好 有洪哥為我們在音樂上做很多的潤跡 也是曉盈姐 在文字上幫我們做最強投胎 還有我們整班的夥伴一起 去創作一個演出出來 很多次很多次很多次的 所以是一個非常之好的平台 讓我們發揮去實踐 靈霄夢工場 我們這個語容快 靈霄夢工場 夢想見真章 寫松雪劇 很好玩的 我寫得不好 又有紅絲苦改 我寫得不好 又有小型姐姐 我現在 跟著那批大佬做靚的了 同時除了做大戲之外 我最喜歡看電影 電視 和扶龍的廣告 看完看完 當然有很多天馬行空的想法 松雪劇系列 就可以讓我把這些想法付諸實下 而且還可以找一大班的朋友 一起把這些想法實踐 當然 只有想法 哪會這麼容易實行得到 在松雪劇系列 我得到靈霄的團隊 包括音樂 片劇 燈光 攝影 音響 等等的專業人員 給我意見 令我可以把我的想法實行出來 這個松雪劇系列 用他們的新思想 將一些舊劇 貫注一些新的傳適 新的演繹 像我寫的大陸廣場 他們又搞到大笑廣場 真的挺好笑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如果你們想知道的 就要注意靈霄藝館 重雪劇系列 記得留言讚好 和按旁邊的鐘仔 訂閱我們靈霄頻道 9,9,2,3 0,1 1,2 1,2,3 2,3,3 2 1 3 2